再度上演爆氣場面 史上第一次美國憲政副總統和美國前總統 一對一辯論終於登場 但不過十分鐘的時間 台灣出現了 台灣成了辯論的議題之一 但吵得更兇的在後頭 戰火也一路從國內經濟墮胎 扫到移民 川普情緒激動 近提到數天前 已被當地警方否認的假新聞 讓觀戰幕僚滿臉崩潰 雙方從頭激烈爭執到最後一刻 但這回誰勝誰負 外界評論認為 賀錦麗激怒川普的策略成功 但川普維持強硬作風 沒卻場 恐怕將兩人不相上下的民調延續下去 賺點新聞也歡迎注目到 好